Good morning 外面的時期好重喔 今天天空的顏色好美喔 是藍色跟粉紅色的耶 出來住飯店呢 我最期待的就是飯店的早餐 蜂蜜 火龍果嗎 三號餐 這是什麼肉片 這個是優格 感覺蠻精緻的 看出來嗎 上面竟然還有很像薄米香的東西 我真的只有出來玩 才會這麼豪邁的吃這麼多的反式脂肪 沒辦法 誰叫餐包跟奶油就是這麼的搭 看一下我的早餐 微蒸湯 番茄沙拉 這個很像是蘿蔔耶 豆腐 兩顆蛋 肉鬆跟飯 隔壁的是吃像蘿蔔糕的東西 其他東西是一樣的 它麵包好好吃喔 它這個紅色裡面好像還有一點白色的 很像是牛奶 剛剛有人在抱怨說為什麼我兩顆蛋 它只有一顆蛋 因為老天爺覺得他不能吃那麼多蛋 老天爺在幫他啦 他還不知道 唉唷 太陽蛋喔 感覺以後自己早餐也可以這樣做 好吃 我覺得我好像比較好吃欸 有 就這樣抖一抖就好了 我們現在呢要去台灣的最南邊 帶這個雖然在台灣出生 但是沒有去過台灣最南邊的人去一下 雖然本人我也沒去過 我記得以前畢業旅行好像有去過台灣最南邊欸 還是我記錯了 畢業旅行有沒有來過墾丁啊 天啊我覺得我現在已經對於某一些小時候的記憶 開始有一點忘記了 你們會這樣嗎 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 我只能說台灣人非常的舒服 在這種沒有人業的地方 每個人口罩還是戴好便宜 在進南竿啊 我們終於到了 我本來是要去這個的啦 鵝卵鼻的公園啊 搞錯了啦 在哪裡呢 不知道欸 沒人所以偷偷脫了一下口罩 真的沒人喔 沒有騙你們 Nobody 只有我跟我老公 真的很熱欸 走了這個500公尺 就是看到這個尖尖的東西 怎麼有點失望啊 超懶的海洋 剛剛我們本來要去鵝卵鼻燈塔 但是有一個人好像要中暑要昏倒在路邊了 所以我們就放棄了 我們兩個真的熱到快要中暑了 是時候出發去吃吃喝喝了 也會喝喝喝喝 喝喝喝喝喝喝喝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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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喝喝看喝喝喝喝喝喝喝 其實真的很熱 你喜歡試試一下嗎 沒有 非常有的 我跟妳說我原本以為今天是平常日 感覺肯定沒有很多人 然後我就沒有定位了 我發現你們來這間店一定要定位 因為全滿欸 反正我還是有一個位置 就是一個戶外的位置 旁邊有冷氣 所以還OK 然後戶外位置就還可以拍到這個 你知道 夏天風的陽傘 然後後面還有Ocean 所以其實還是OK的 可是我現在覺得有點累累的 剛剛你知道流的太多寒 因為真的蠻熱的 看一下對面有多熱啊 滿滿的飲料 熱爆的 老闆人很好 還幫我們開兩台冷氣 感覺很不錯耶 要吃囉 這個是 它干貝外面包的是生火腿 就是西班牙火腿 下面還有鳳梨 章魚餃 這是玉米 有點像是 蟹肉蛋沙拉 這個章魚山這個綠色的醬菜 在海邊就是要吃海鮮 有點像是油炸的餅乾 就有點像是我們吃 小時候有一種零食 不是叫什麼菜 菜脯餅 上面弄了一點這個 蟹肉沙拉 你看這個魚 很精緻的啊 還有這個龍蝦 很精緻耶 我覺得肯定吃到這樣子是 讓我覺得滿驚喜的 你看這個橄欖油 感覺就是很健康的油 吃魚了 看看這個魚味道怎麼樣 他說是新鮮今天抓的魚 有感覺到新鮮的感覺嗎 魚肉非常的結實 它有那種 烤過的香味 然後上面只是灑了一點鹽 加一點乾淡的鹽 新鮮的東西就是 簡單調味就很好吃 先生說燉飯有一點硬 這個龍蝦蠻新鮮 因為它的肉看起來很白 它是一個瓦蝦蝦的 很軟 它是很軟 你能看到它是很軟 很軟 很軟 所以它們一定比其他人 現在我吃它 因為它們的戰術 我們是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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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味 很美味 啊 你那個豆豆真的很強烈 因為它有豆豆 而且它們很痛 它是很軟 戴上午米 書館其實很難吃 我們已經要吃了 然後戲團 попыт被吃了 那是知道生命天 and the devil 這就是那一段巫船 妳們不覺得我母娘很會講嗎 尤其是講到吃了的時候 真的是 一張嘴 不是 台語是這樣講嗎 就是 很會講 因為你知道他就是很愛吃啊 吃得那麼開心 等下就帶老公去爬山oh 蛤 蛤 蛤 我們蛤 他說YES 礼 flies 小米酥 小好啊 它下面是比較像是餅乾 不是那種已經泡軟的餅乾 吃得到咖啡的味道 因為它有放咖啡果凍 在沙山上了 我們特地趕在太陽下山之前回飯店看日落 不過日落好像還是在海邊看比較美耶 我們又回到吃早餐的地方了 因為今天已經有點累了 在外面曬太陽啊 戴著口罩都快要中暑了 所以我們決定今天晚餐就在飯店裡面吃了 要多一點嗎 你知道出門在外最怕就是青菜吃不夠 蛇蟹 很香 看一下厲害吧 烤魷魚 它的墨魚燉飯有點辣辣的 非常的開胃 好噁心喔 我跟你說只有結了婚的人 才可以吃墨魚飯 看吃成這樣還不擦嘴巴 現在我們要學海灘蠻美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根本就是墾丁的天空之境啊 是不是很美 早上來天空真的好藍喔 而且人也不會很多 看一下我昨天的飯 因為我背後就紅了 看內 現在要戴口罩了 這次只有腳泡到海水而已 真的有點可惜 好希望夏天不要這麼快的結束喔 爸爸在帶他們在衝浪 一個沒有什麼浪的地方 很適合小朋友在衝浪 我們要回家了 你好 怎麼樣覺得墾丁怎麼樣 算了 很放鬆的 小城市的感覺 海邊的小城市 等一下在車上我要準備要睡一下 什麼 就讓司機開車囉 啊我就要睡一下囉 我也想要睡一下喔 你不行 這次墾丁的影片就到這了 如果呢 你們想要來個小度假的話呢 我覺得墾丁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記得所有的防疫措施都要做好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點讚加分享 下次見囉 掰掰 這一間呢 是王美的飯店 叫做Amanda 本來是想要住這一間的啦 但是因為我們喜歡的房型都已經定了 下次有機會再來住吧 掰掰